我们之前有跟各位分享过如何建立一个Telegram Bot 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就不赘述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建立一个Telegram的机器人 你可以点选右上方的资讯卡 那我们会告诉你如何建立一个Telegram的机器人 在这里我们就直接进入到程式撰写的部分 我们在Google云端硬碟里面新增一个Google Apps Script 新增完之后第一件事情一样是取档名 我们把专案取一个自己喜欢的名字 专案名称取好之后按下确定 那我们等到上面这个提示栏消失之后 就代表我们专案名称存档存好了 存好档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里面内建的所有程式码都先删除 然后回到你目前正在观看的这部YouTube影片 我们把卷动轴往下卷一点点 显示完整资讯栏 然后点选第一个连结 点选下去之后 它就会跳到我的粉丝专页 那一样程式码就在上面 麻烦各位从程式码开始 一路复制到程式码结束 把它复制完之后 贴到我们刚刚的Google Apps Script里面 那同样的我们有几个东西要做设定 第一个 一样把我们全形的空格 改成半形的空格 所以麻烦随便复制一个全形的空格 编辑寻找与取代 把全形的空格 取代成为半形的小空格 全部取代之后 你会感觉到它全部往内缩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有四个参数要来去补完它 第一个就是我们Telegram Bot的权杖 Telegram Bot Token 那你可以在你的Telegram里面 把它取出来 然后把它贴上去 接下来呢 第二个是要被搜寻的Google试算表 它的ID 那我要被搜寻的Google试算表 是这个三国人物资料 所以我就把它的ID 从D斜线到斜线edit之间这一串 复制 贴上 第三个呢 则是我们的参数设定档的Google试算表ID 那我的参数设定档是这一个 那一样把它的ID复制起来 然后贴上去 好 第四个东西叫做Google网路应用程式的网址 这个我们等一下才看得到 我们先把这三笔资料输入进去之后 实际上程式几乎就已经等于写完了 这个时候我们按一下储存 然后把它发布 部署为网路应用程式 那部署完之后 第一个我们的版本一定是选新增 最下面这个选 Anyone even annoyments 好了之后 按下发布 那第一次他会要我们核对权限 我们就核对权限 好 选自己的账号 然后呢 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允许 完成之后 他会给了我们一个网址 好 这个各位如果你之前在Livebot有印象的话 这个我们是要放到Livebot的webhook里面去 那因为Telegrambot它的webhook比较不像Livebot那么方便 是一个GUI的界面 实际上我们需要去网址列做一些设定 那这样子光要记住那个网址列就很麻烦 所以呢 我选择另外一个方式 麻烦各位把这整串网址复制下来之后 按下确定 贴到第四个要设定的地方 webappui 就是Google网路应用程式的网址 我们把它贴上 好 然后呢 我们存档 接下来 我们要去Telegrambot里面做设定 设定好这个 webappui罗 那我们要怎么设定呢 我已经帮各位写好了一个函式 所以在你把第四个资料贴上去之后 麻烦你点选 选取函式 选择最后一个 Telegram SetWebhook 选好之后 按下执行 那我们就让它跑 好完之后 我们就设定完了 怎样可以检查我们有没有设定 完成 我们按查看 记录 好 它会告诉我们 我们有个记录 OK Webhook was set 这就代表我们的 Telegrambot机器人已经设定完成了 那到这里 程式的撰写就算完成 我们接下来来看看效果 我们接下来看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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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来看看效果